据说在秦朝之前的中原大地上 流传着两种上古奇术 一种是专门追求长生之道的方迹 一种是号称可以知晓天命的术术 掌握这些奇术的人 是在生活在沿海地区 被后人称为是方式 而这些奇术 就是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方术 这些方术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究竟是一场骗局 还是却有此事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方术发展史 1936年冲天 山东龙山黑桃文化的发现者吴金鼎 正带领着一支考古队 针对龙山遗迹进行定点发掘 在这一次的考古研究中 他们发现了大量被焚烧过的龟甲和兽骨 骑上雕刻着整齐的甲骨文 这些龟甲和兽骨的作用是什么呢 仅仅是用来记录文字吗 那为什么还要进行焚烧呢 带着这些疑问 考古队员赶忙查询资料 结果在先秦史书中 找到了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个就是上古时期的龟甲战步 这时考古队员才渐渐发现 原来在很久之前 真的存在过一个巫术时代 关于这个时代的故事 还要从上古时期开始说起 传说在上古时期 三皇五帝之前 人们认为天地之中存在的这些自然法则 都是天神所操控的 这个也就我们之前说到过的 规则神格化 他们无法对抗这些规则 只能与自然妥协 于是渐渐衍生出来了一些被称为是巫的人 这些巫 号称可以与天神沟通 有着占卜和治疗疾病的能力 比如山海经中的灵山石屋和开明六五 首领还掌握着传说中的不死之药 终日扮演着天神使者的角色 频繁活动于天柱附近 在王权出现之前 这些巫师救部落的首领 算是最早的一批统治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巫师们将原先零散的人群 汇集了起来 并建立成为了最初的部落 每个部落都由巫师担任首领 这些建立部落的巫师 就是三皇五帝 比如钻木取火的随人士 绘制八卦的福西士 与发明医药的神农士 这一点也很好理解 正因为有巫师这个身份 所以他们才能坐上部落首领的位置 不过也正是因为巫师的统治 人们才开始学会了钻木取火 种植五谷 采集医药 甚至刻画八卦 从最初的原始社会 演变成为了分工明确的文明部落 这么看来 这些巫师确实不同于当时的远古人 似乎真的掌握着一些说不清的能力 即使在外表上 他们也与常人不同 例如神农士就牛手人生 这种由巫师统治的社会形态 一直持续到了宣言士的出现 宣言皇帝最初也是巫师 不过是一个有野心的巫师 他坐上部落首领后 带领着部落从原先的西北方向 开始进攻中原 击败了中原上原有的炎帝部落 之后又联合炎帝 覆灭了吃油的九里祖 实现了统一 结束了由巫师统治的部落形态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天下之主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皇帝放弃了巫师的身份 并将巫设立成为了一个职位 由专门的官员负责 按照神话传说的记载来看 可以这么理解 在皇帝之前 是由天神下发命令给各巫师 然后巫师指导部落去执行 皇帝统一之后 也建立了与天界一样的架构 虽然依旧会与天界互通 不过这种互通 变成了由专门的官员去执行 就相当于是降低了天界的管控 当然这些都会题外化 属于是神话传说 怎么与天界沟通呢 每当要进行占补时 都会有专门的巫师将所问之事 刻于龟甲之上 然后再让这个龟甲 放在火堆中焚烧 龟甲在焚烧时 会出现一道道裂痕 和一些破损生 他们认为这些裂痕和破损生 就天神所说的话 然后巫师通过翻译裂痕和破损生 来传达天神的旨意 后来的夏朝 也延续了这个传统 既然是一个官位 巫师又怎么会消失呢 到了商朝 这个巫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现在出土的龟甲和兽谷 基本上都是出自于殷商遗迹中 之前的朝代 是每当遇到大使才会占卜 但商朝是不管什么事都要占卜 逢年过节还要问候一下 物极必反 转折点就发生在商朝的帝王 帝心身上 也就昼王 其实昼王在正史中并没有那么不堪 因为商朝的历代帝王 过于迷信天神 使得百姓也继承了这个传统 这也就导致 巫师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甚至有了要替代王权的迹象 为了避免巫师夺权 帝心继位后 开始刻意减少祭祀和占卜 甚至一度废除了巫师这个职位 这样的举动 直接引发了大臣与王权之间的抗衡 代表王权的帝心开始反对神权 代表贵族的巫师开始反对王权 整个商朝内部哄乱不堪 也就这个时候 旁边的周朝四级出动 一举覆灭了内游外患的商朝 随着商朝的覆灭 巫师也不再被重视 逐渐流落于民间 周朝衰败后 中原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百家争鸣 各派思想家疯纷寻求救世之道 在当时依旧存在很多巫师 大多都生活在齐国 不过因为经历了一次覆灭 失去了一些核心内容 这个时期的巫师 只会每日养生和祭祀 但为什么这么做 他们也说不清楚 所以根本没有能力 与诸子百家争辩 一直到了战国末期 齐国出现了一位 叫做邹衍的思想家 他将巫师的行为 与阴阳五星结合 创立了阴阳家思想 并与当时兴起的方仙道 共同创立了修仙理念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的巫术成功转型 成为了方术 并在齐国和燕国两地 掀起了一阵悬先的热潮 司马迁称这一时期为 走眼于阴阳主运险于诸侯 而燕齐海上之方式 传奇术不能通 然则怪于 鳄鱼狗和之徒自此心 不可胜属也 燕齐两国都属于沿海国家 这些来自于阴阳家的方式 基本上都生活在沿海地区 他们宣称在渤海之中有三座神山 同别叫做蓬莱 方丈和银舟 这三座神山上的宫殿 都是由黄金和白银打造的 这里的主人 就是长生不老的神仙 山上到处都是不死树和不死药 为此 齐威王 齐宣王 与燕昭王 还曾多次入海寻仙 希望可以长生不老 第一次派了阴阳家的方式 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说 船只无法靠近神山 齐威王不信 随后又安排亲信 与阴阳家的方式连续去了几次 结果每次回来的人 都说看到了神山 但离得很远 船只一靠近 神山就消失了 又会出现在更远处 有点像是海市渗楼 齐宣王大一统之后 并没有萌生寻仙的想法 但在公元前211年 也就秦宣王36年 接连发生了两件怪事 在这一年 有一颗陨石 落到了东郡这个地方 奇怪的就是 在陨石上刻着一行字 叫做始皇帝死而帝风 难道这是在暗示什么吗 没过多久 秦朝的一位官员 在外巡途中 突然遇上了一位蒙面人 蒙面人给了官员一块玉璧 让他交给嬴政 并让他带一句话 叫做今年祖龙死 秦宣王得知此事之后 派人彻查玉璧的来龙去脉 结果调查之后发现 这块玉璧 是自己曾经亲手 丢到渡江之中的 这怎么回事呢 无奈之下 嬴政开始继续望于占卜 也就这个时候 才萌生了寻仙的想法 先是派了一位 叫做韩忠的方氏陆海 结果去了之后就没回来 随后又派了徐夫前去 结果又没回来 这个时候 又出现了一位叫做卢生的人 说自己可以替大王陆海巡药 不过这次确实回来了 没拿到药 带回来一句话 叫做亡情者狐野 于是就出现了蒙田伐胡的事件 当时的秦朝 算是遵循的法家思想 立法严厉 卢生也知道 如果找不到药 自己也就活不成了 于是就连夜潜逃 嬴政之道后 大为震怒 没想到自己千古一帝 被连续骗了三次 为了泄愤 直接将咸阳城内的 460多名方氏处死 烧毁了所有方氏出击 这也就是后来的 冯书坑儒事件 实际上坑杀的是方氏 这一次 阴阳家方氏激进灭绝 不过没了一个秦始皇 又来了一个汉武帝 刘彻也是一个寻仙狂徒 在汉武帝时期 出现了一位叫做李绍军的方氏 他说自己在海中看到过神仙 叫做安齐生 安齐生再吃一个大枣 多大呢 就像寒瓜一样 这个寒瓜就西瓜 汉武帝连忙问在哪个海 李绍军说在渤海 这处仙界 就秦始皇苦苦追寻的蓬莱 两人一拍即合 开始了寻仙之路 之后汉武帝开始广纳方氏 寻找其人 与李绍军一同前去寻仙 结果仅仅在骑地 也就骑过这个位置 就报名了一万多人 其实也就是阴阳家的那些巫师 一如绍翁 卵大 公松青等人 都阴阳家的后代 结果呢 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些方氏一年祭祀了三万多次 也没能让汉武帝长生不老 不过有一点挺奇怪的 即算是什么也没找到 在汉武帝之后的历代帝王 也同样重用这些方氏 这一点比较让人费解 找了近百年都没找到 为什么还没有丝毫怀疑呢 汉武帝之后 这些方式转变了思路 与当时的卢生 共同创立了秤卫学 也就用一些比较难懂的话 一些隐语 对未来进行预言 就类似于推背图之类的 比较有代表意义的 就《太平清岭书》 出现于汉顺帝时期 据说是鱼籍创作的 也就宙斯松策的那一个 到了后来 王莽和汉光武 I don't n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n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n't share 我们下期再见 Now it's supposed to feel I'm really good I'm really good